这是对稀土元素的蓝锡的一些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阿锡元素的性质 那阿锡元素呢 一共有15种元素 阿 土 蒲 油 拿 布 煤 菊 培 开 埃 废 门 劳 门 诺 劳 15种元素 那么在阿锡元素和蓝锡元素的一种 也有性质比较相似的地方 它都具有银白色光泽的金属 不同点在于呢 它们全是放射性金属 与蓝锡金属相比 阿锡金属的熔点和密度都稍高一些 在15种阿锡元素中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 仅有4种元素存在于地壳自然界中 阿 土 蒲 油 其中呢 阿和蒲呢 为痕迹量元素 而土元素在地壳中质量分数呢 为1.2乘以10到负三四方 略少于千 于稀土元素中的蓝和氏呢 共生于磷酸盐抗物中 而油元素在地壳中的质量分数呢 略被2.4乘以10到负四 而略多于稀 主要是以氧化物 把氧化三乳的形式呢 存在于沥青油矿中 那么对于阿锡元素的化合物呢 我们仅介绍油和土的一些化合物 那么油极其化合物呢 油是呢 浅浅单纸 油是一种银白色活泼金属 它密度呢 鱼金 密度很大 鱼金相近 油呢 最稳定的氧化态是正六甲 它在空气中微微受热就能燃烧 粉末状的油在空气中呢 甚至能发生自燃 它的产物有两种 这样是呢 二氧化油或者是八氧化三乳 加热到不同温度的时候 油呢 也能与许多非金属化合物反应 非金属单纸呢 直接化合 生成什么二流化油了 和氢气反应称成三氢化油了 或氮气反应称氮化油 二氮化油等等 甚至跟氯素反应 可以生成氯素的油化物 其中的氯素呢 可以那个氯化 氯化物呢 其中呢 可以是x呢 可以等于四五六 这种形式 也就是它的氧化数 可以除在正四价 正五价和正六价的氧化数 那油和氟反应呢 可以生成四氟化油 四氟化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 为什么重要 它是制备六氟化油 必经的一个产物 那么六氟化油是什么 六氟化油 我们知道它的重要作用是 油的最重要作用是什么 核化学核能的作用 而六氟化油是 制备油二三五的重要原料 那么如何成四氟化油 制备成六氟化油呢 我们直接可以在三百摄氏条件下呢 将四氟化油固体和浮温器作用呢 直接可以生成气体的六氟化油 油呢 也能容易非氧化性的酸 因为它排在氢之前 肯定和非氧化性酸反应呢 就有氢气生成 本身被生成的是什么 四价的油 那油啊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反应 它和沸水反应生成的是氢气 而于高温的水蒸气反应的时候呢 生成的氢气呢 又进一步和油进所作用 最后生成的是什么 油的氢化物 这是在水蒸气条件下 油和水反应呢 生成氧化物的同时呢 又生成油的氢化物 这是特殊的一点啊 那油和三氧化油呢 它都可以溶于硝酸 分别反应生成 它们相应的酸盐 这里面呢 你看它生成的并不是什么 硝酸油 或者硝酸油 那个三价的油 这个六价的油是吧 直接 而是多了一个氧基 这种离子我们称为油线离子 那因为什么会生成油线离子 原因是油的电荷数太高 蒸六价 在溶液中呢 六价的油呢 经常是以这种线基的 油线基的离子形式存在的 它和水中氧结合 那么两性的三氧化油呢 还可以跟氫氧化钠反应 生成它的黄色的重油酸 重油酸就是溶水和重油酸钠 如果加热脱水呢 会得到它的无水盐 就是这一部分 我们成为油黄 油的浮化物种类很多 我们刚才说了 最重要的是六浮化油 那么六浮化油呢 它是无色晶体 在56.5摄氏度的时候 容易升华 并且它结构呢 是一个正八面体的结构 是六配位化合物 对吧 应该是正八面体结构 那油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于 核能的原子能的开发于利用 但是原子能开发利用呢 只有它的同位素 由235才有利用榨值 它是核裂变的原材料 那么由235在自然界的风度 只有0.7%太少了 那么如何将这个同位素分离呢 这同位素包括同位素什么 U235和U238 如果分离出U235呢 主要的分离方法是利用 它们蒸汽扩散速率的差别来进行 那么对于它来说呢 谁应该分离的 谁就加了 把它们加热形成蒸汽之后 那么谁跑在前面啊 应该是这个跑在前面 所以呢将它们分离出来 从而复极U235 那土和其他的化合物呢 土也是白色 银白色的活泼金属 密度和牵腔劲 它最稳的氧化数为正四价 加热时候呢 土也能跟许多非金属化合物 直接化合作用生成了 例如啊 和氧气作用呢 生成的是二氧化土 和氢呢 可以生成氢三氢化土呢 以及和氮和碳呢 都可以反应 那么高反应温度呢 要比油的温度要高一些 说明它的活性呢 没有土 那个油那么强 是吧 油呢 在大于六磨二每升的盐酸中 反应比较容易 在锡盐酸中不容易进行 盐酸浓度越高 它这个反应比较容易进行 生成四价油的氯化物和氢气 那土啊 土 那么土在浓硝酸中呢 比较容易发生氚化 从而呢 不能反应进行 那土四价离子呢 既能存在于固体中 也可以以它这种水和离子的形式呢 存在于溶液中 那如果像这个土四价离子 溶液中加入氢氧化 那会得到土的氢氧化物 白色沉淀 二氧化土为白色粉末 溶点呢 高达3390摄氏度 是目前已知的溶点最高的氧化物 它只能溶于混合酸中 而且必须是硝酸和氢浮酸的混合酸中 并不溶于任何一种单一酸 那么土也是重要的 这个原子能开发原料 它和油的用途呢 比较相似 它的自然分度要比油 什么235要高得多 它自然分度呢 由土呢 232呢达到百分之百 那么这个百分之百的 这个土呢 232呢 如果受到中子招出之后呢 它将会变成土233 那么这土233 如果再经过两次β衰变之后 它就会得到重要的核链板材料 它就叫什么 有235 233